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菜的田园 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室外活动 或者种花种菜 如果有蚊子来逍遥呢,是非常烦人的 而且蚊子会传播其他病原体 因为很多人都不想喷祸鞋的驱蚊剂 下面老菜就来教你制制两款天然 环保的驱蚊剂和介绍10种能有效驱蚊的植物 这12招肯定有一招适合你的 先来说说这两款驱蚊剂 第一款就是大蒜驱蚊水 我们可以用6颗蒜瓣 大约20克左右 把它压碎或切碎 先让它们放在这里15分钟左右 目的就是让蒜蓉呢 跟空气发生氧化作用 而产生大蒜素 你会发现 氧化过的蒜蓉气味呢 会更强烈的 然后把它装进一个容器里 再接入水 浸泡12个小时左右 接着用布把它过滤 再装瓶 最后加热水达到1000毫升左右来稀释 摇晃均匀就可以使用了 这大蒜水呢不仅可以驱蚊 还有杀菌驱虫的作用 你到菜园忙活时呢 如果担心有蚊子来咬 可以在菜园周围喷洒一下 对植物呢是没有伤害的 还可以当做天然的杀虫剂 第二款就是辣椒驱蚊剂 做法也很简单 买一包辣椒粉 如果配有其他刺激的香料会更好 像这一包 配有八角 桂皮 大蒜等香料 先接入一勺的辣椒粉 大约5毫升 再装进一瓶温水 1000毫升左右 然后加两滴洗碗精 摇晃均匀 最后呢就是让它浸泡5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使用了 这辣椒水呢可以喷洒在蚊子最喜欢呆的地方 例如有积水的植物 或者比较潮湿的地方 辣椒水自强烈的气味 蚊子是不喜欢的 除了制作天然的驱蚊剂之外 我们还可以在前后院种植一些有驱蚊作用的植物 这些植物呢不仅可以驱蚊 有的还可以装饰你的院子 有的是做菜的配料 一举两得 第一种就是万寿菊 万寿菊的气味是中所周知的 因为它那超强的气味 所以可以驱蚊 也有防虫的作用 很多人种在菜园四周 或前院的花坛 还可以将它们种植在花盆中 并放在露台或家门口 这样就可以防止蚊虫进入屋里了 万寿菊呢 需要充分阳光和水分的 或是之后又摘花 这样才会不断的有花 万寿菊含有很高成分的除虫菊脂 而这元素呢 就是做除虫剂的植药元素之一 第二种是香茅 香茅因为有柠檬香气 又叫柠檬草 它的气味很浓郁的 是气纹剂中最常用的天然成分 蚊虫闻到气味呢都不敢接近 香茅种植需要充分的阳光 不想好愿有蚊子咬你呢 可以种上香茅来驱蚊 第三种是薰衣草 薰衣草是多年生的 种上一次每年都会自己长起来 它不仅是好种 好照顾的植物 而且呢可以驱蚊 因为它的花 叶和茎上的绒毛都常有油线 轻轻的触碰油线就会释放香味 还能驱除蚊蚊 薰衣草精油呢 还可以用来制作防蚊液 取两到三滴的薰衣草精油 接水放热喷雾瓶里 很强的驱蚊作用 科学家说它的气味呢 比日常的防层喷雾强十倍的 你只需要在花丛中种植这种药草呢 就可以驱蚊 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捏碎猫薄荷 将油插在任何暴露的皮肤上 就可以防蚊子咬了 第五种就是薄荷 薄荷大家都不陌生了 薄荷植物除了食用戒指和药用戒指之外 它所散发的芳香 产生很有效的驱蚊效果 还可以摘取它的叶子油碎 捏取它的枝叶后做成喷雾 或者涂抹在衣服上 薄荷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 它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 清擦都可以重活的 可以在菜园或阳台种植 它干燥的叶子 可用于自然害虫的防治方法 第六种是罗勒 罗勒具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 这是一种无需压碎叶子 就可以达到很好驱虫 驱蚊效果的植物之一 罗勒喜欢温暖湿韵的气候环境 不耐寒,但耐旱 种植也很简单 它还是很多朋友食物里不能缺少的一种香料 如果你菜园里种有一些 还可以摘一些叶子 把它压碎 并轻拍在裸露的皮肤上 达到驱蚊的作用 第七种就是迷迭香 迷迭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草本族物 它特殊的气味可以驱赶蚊子 你不仅可以享受它的香味 也可以在烹饭时用它来调味 而且还能提取它们的精油 在旅游时使用,一样可以驱蚊的 第八种就是牙线花 牙线花是很矮的花卉 大约只有四寸高 开蚊子式的小花 也有粉色 和白色的品种 花朵特别漂亮 经常被种在花卜四周 这花的味道也为蚊子不喜欢 因为它含有一种叫做香豆树的货血物质 是天然的驱蚊剂 第九种就是熟尾草 熟尾草不仅具有圆域景观价值 还具有驱蚊驱蚊的效果 熟尾草有独特的气味 你可以把叶子晒干 卷成棒状 然后点燃驱蚊 无论你是露营还是街里烧烤 都可以在火加点熟尾草 将它的香气四散开来 第十种是艾草 艾草有很多种类 是多能生草本植物 艾草也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能够有效驱蚊 如果你后院种有些艾草的话 把它晒干 油虫棒状 放在盆中点燃 五六分钟就燃灭了 就如天然的闻香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然后给我点赞 转发和订阅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按摩